今天做这个 丘旗糖醋排骨 在这个冰鲜当里 买了这些一字牌 四十几元 不知道是冰鲜还是雪藏 应该可能都是雪藏解冻 接着 就丘旗洗一下 为什么说丘旗呢 因为有些人会很认真的 浸一下 盐水 浸一下 甚至因为有骨 有些人会浸一下水 因为是随便洗 所以 洗完 不停地拿干水 看到吗 還是濕濕的 算了 不會用紙的,紙很貴 煮之前就隨便用粗鹽 因為太隨便,差點拿了沙糖 這些是粗鹽,隨便用粗鹽,給它底味 不要太多,因為它還有味 拌勻,捏一拌 放回去15分鐘 用不需要準確呢?不用的 5分鐘也可以,半個小時也可以 分別不大,隨便可以 接著就切好洋蔥 有汁的東西,有些洋蔥就比較好吃 切好洋蔥 切好洋蔥 怎樣不會流眼淚呢? 我的經驗告訴我,就是 快快脆切 不要咪咪摩摩 有些人就說,不要用鼻頭器 可以切好洋蔥 好洋蔥 你喜歡切快 也可以 這樣這樣也可以 你喜歡這樣切絲 也可以,我就這次這樣切 隨便可以 不過有些人有些講究 說些纖維的方向會影響口感 先煮一下洋葱 用易潔煲就最好了 不用想溫度不溫度 热也可以,冷下也可以 很隨便也可以 油有點熱 我會大火,一會再炆 我現在想炒至啡色 少許焦焦 不要太小火 小火會不會很香 出煙的時候要攪拌 你不攪拌,會很焦 我先倒上去 鑊鑊 為何要炒一炒 高溫煮一下,它的甜度會出一點 鑊不用洗了 少許油 當你喜歡擦一炒 排骨,你喜歡便可以得擦擦一炒 我不擦了 也是要高溫一炒 煎一下做什麼呢? 煎香 肉煎一煎有種香味 不煎也可以 記得煎香,不是煎焦 也不是煎熟 所以煎一下就看一看 一出煎的時候就小心點 要不要四方八面煎香 你有心機就慢慢放 隨便就可以了 接著是下調味 下調味之前先關火 為什麼呢? 鍋燒得這麼燙 你放些調味進去 遲些炸爛 弄壞一隻鍋 等它攪一攪 關火一兩分鐘 差不多了 調味什麼呢? 我會加些少許豉油 少許 為什麼少許呢? 少許就有得夠 多多就沒得夠 我少許就 隨便便可以了 不用份量 待會試味就完成 攪冷了是不是很油膩 鑊很安全的 醋 醋也是少許 冰糖 炆菜 冰糖 冰糖 適量的水 炆菜 鑊 大約 如果蓋過就煮湯了 待會反熱 待會翻一下 那你說味道是否正確呢? 當然不知道 最后再看看如何加些什么 不够咸就加些豉油、盐 不够甜就加糖 最后决定试味 不够酸就加醋 现在就滚起来 洋葱是不是现在下来呢? 如果你喜欢不见了洋葱就现在下来 你喜欢见到的洋葱就淋起来 我喜欢见到的洋葱 好了,已经滚起来 刚才忘记得加点酒 随便加点,加什么酒没什么所谓 喜欢你可以加蒜头、猪油、猪油等东西 不过说明是随便 盖上盖 开个小火 火要多小呢? 总不知不要煮干水 你大火都可以的,你不停要加水 加上大火有一样东西不好 它大滚底下那块肉 里面的肉汁 全部100度就飙出来了 慢慢咬它就好一点 咬多久呢? 45分钟就看看它 45分钟 咬多久呢? 咬多久呢? 好够的 够腍的 咬一下味道 味道就好像不够 但是我先不会加味道 因为我会收汁 可以吗? 开个大火 收到差不多了 因为它有糖有成 它会稠了 收到差不多了 我就加洋葱 进去 好了,开始 开始拌了 铺子又大粒 开始稠 加洋葱 收到汁之后 味道会浓了 刚刚舔过的味道 可以了 如果不够甜就加点糖 不够咸就加点盐 不够酸就加点酥 小铁师你试一下 够不够酸 好够 是吗? 我觉得刚刚 我觉得可以多酸一点 因为叫做甜酸排骨 或者糖醋排骨 即是醋味可以浓一点? 浓不浓? 好,浓一点 真的浓一点 真的浓一点 平时的排骨炆45分钟 没那么软 因为加醋下去炆 醋很厉害 发觉排骨的色水不是很红 如果喜欢深色 就加点老抽 或者加些茄汁 好了 差不多 我觉得OK 现在这样煮就比较简单 如果你说泡粉炸 就复杂一点 因为你 不是那么容易知道里面熟不熟 太熟又不好吃 生就更加不值得 今天我负责试食 这个试试 骨都离了 你看看 幸好后面加了些醋 现在刚好 很有趣的 一瓶瓶的味道 都不同 大红节醋又不同 什么黑醋又不同 刚才那一瓶好像是沙律醋 总之 醋加了糖就可以了 好吃又好吃 是的 不过看起来的色水好像不太好看 醋是这样的 洋葱 少少爽 可以够 送饭一辣 我碗饭也挺漂亮的 快吃完了 想起说多一件事 就是 排骨真的要用盐喇喇喇 现在的味道刚好 如果不加盐喇喇 应该是偏淡 不要以为炆就一定入味 拍旁小题 就发落了 很浓 最后一件事 没办法 致命 用 bouro 一下 é